嗨 豹子們 早安啊 這邊是發現 戰甲系列更新好像有點太慢 該開始多做一點的消費 因為 消費最喜歡的戰甲 未來最喜歡的戰甲快要出了 那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 CRAD 介紹教學第三集 那這集的話會著重講解貓刀的原理 選擇貓刀的重點以及配置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廢話不多說就讓我們馬上開始吧 快點快點 要沒時間了 貓刀的原理的話是 由於PRAD的一技和一般的傷害技能 例如ASH的手底下不一樣哦 是可以吃到近戰狀態加成的 比如說MODL啊BUFF啊 或者說是連技加成 那類似於 ATLESS和GRAD的一技 還有EXCALIBOR的一三技一樣 不過他們的技能的基礎素質 和吃的屬性沒有CRAD好 例如GRAVA就是不會去吃爆擊 然後ATLESS的話就是他本身的 自帶的那個 是指吃衝擊傷害 所以用他們來打的傷害表現 對比起CRAD來說他就會略選一籌啦 而且他們的MODL配置也是不一樣的 那以後做到他們的戰匣介紹的話 就會再細說啦 好那回到CRAD身上 他的一技長邊利爪自身的基礎素質 之前也有講過 是300的基礎傷害 平均分配給三種物理屬性 25%的暴擊機率 暴擊倍率是2.0 然後速發機率的話是20% 所以無論是暴擊啊 或者說速發甚至是基礎傷害來說 他表現都非常非常的不錯 那貓刀呢就是利用CRAD的一技 會吃MOD加成的這個特性 透過在近戰武器上面裝備4配的MOD 來提升CRAD一技的表現 在貓刀的選擇上面 因為貓刀自身的基礎素質 並不會影響CRAD一技吃到的效果 所以選擇武器的時候呢 要注意是選擇直卡傾向高的 而不是自身強度高的武器喔 所以也可以說 越爛的武器越適合當貓刀 假如你剛好有直卡傾向五星的 近戰武器直卡的話 就可以考慮把它拿去洗一洗 洗出好的屬性來弄一把貓刀了 如果是想要早晚買的話 也建議是買零洗的自己來洗 因為如果是適合當貓刀的 洗好了的直卡的話 價格肯定不便宜 這張小便買不起啊 那在近戰武器當中 直卡傾向最高的兩把武器 分別就是甲龍雙拳以及雙頭龍 喔那個毒雙頭蛇 分別也是甲龍雙拳以及雙頭蛇 那他們的倍率都是1.5倍 所以如果拿到了他們的直卡的話 記得不要因為他們本身太爛 所以就直接合成掉 而是記得把它留下來說貓刀 或說甚至洗了拿去賣也是可以的 在直卡方面的話呢 建議洗出基礎傷害雙爆還有元素傷害的加成 那最好呢也可以洗出3加1減 或者說是2加1減的效果 貓刀十條的話非常的寬重 只要不是影響到平時的使用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 例如說是重擊效率啊攻擊範圍 攻速處決傷害滑產暴擊 以及切割外的物理屬性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是想要可以一卡多用 也就是可以同時拿來當玻璃刀啊 或是Leaders的拳頭的話 那就選擇基礎傷害 以及兩種元素傷害 或是一種元素傷害的失調吧 當然如果運氣不好沒有直卡的話 也可以用普通的近戰來做代替 接下來呢就是貓刀的配置啦 那最主要呢就是要提升基礎傷害 元素傷害以及雙爆還有觸發喔 最好的話也盡量提升一下切割的傷害 讓他的占比會比其他的物理屬性高 這樣的話就可以提升切割觸發的頻率啦 這小本的配置可以參考一下 接下來呢就是讓大家來看看 有直卡以及沒直卡的貓刀在傷害表現上面的區別 那這邊無直卡的情況下 直卡會用壓迫點判來做代替 可以看得出來沒有直卡的傷害其實也算是還蠻不賴的 有了直卡之後的傷害提升也是非常的可觀 可以還是建議如果是喜歡用cora的話 有機會就弄一張直卡出來吧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全部內容啦 那小北這次cora的做了這麼久時間跨路這麼大 不過當中也發現其實 是不用做到三級這麼多啦 因為cora的話比較特別一點他有貓刀 那其他的戰甲的話其實就可以給予 這個系列就是cora的系列的第一第二級這樣去做分配 那如果喜歡小北的影片記得幫小北按個喜歡 如果想看到不同的內容的話記得幫小北按個訂閱這個小鈴鐺喔 那如果想要關注小北的IG以及Twitter的話 下方也有連結 那如果想要小北的Discord群組的話 下方也有連結 裡面會有更準確的開台以及新影片通知 同時也可以跟小北聊聊天啊 互互動什麼的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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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